就很明確的,其實在地形上,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好,接下來就是,他們比較專業的 這些地形,其實剛剛你看到的都是 很多東西,這個很少了,這個又被沖刷掉了,被完全平原了 大概碧色丘現在只剩一個 這個叫碧色丘,這個只剩一個 那大概在我家的附近 那最多的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B,B鞋什麼 三角切面 對,正常上的山丘,它不會是三角切面 它一定會像這樣延伸出來,接到這裡 這是正常的 那斷層呢,它造成了這個現象 那河流也會改到 河流就會順著斷層 整個,我們這邊的河流都從那邊 山上沖刷下來,整個變L型 每一條都是 所以,其實這個最多 畢色丘,因為可能年代久有很多 斷層河也有 好,這個也有 然後,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斷層來 這個其實依去,如果沿著這個路上去 我們上次用小巴這樣沿著山走 其實,都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 齁,這樣的現象 齁,這樣的現象 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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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,這個就是 在他們專業上 能得知的齁 那當然 包括,為什麼水田會比較深啊 會有瓦汁啊 都是因為斷層關係 齁,這樣就斷層 齁